诗篇第三十篇 大卫在宪殿的时候作者诗歌 耶和华 我要尊崇你 因为你曾提拔我 不叫仇敌向我夸耀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曾呼求你 你医治了我 耶和华 你曾把我的灵魂从阴间救上来 使我存活不至于下坑 耶和华的圣民啊 你们要歌颂他 称赞他可纪念的圣民 因为他的怒气 不过是转眼之间 他的恩典 乃是一生之久 一宿虽然又哭泣 早晨便必欢呼 至于我 我凡事平顺 便说 我永不动摇 耶和华 你曾施恩 叫我的江山稳固 你眼了面 我就惊慌 耶和华 我曾求告你 我向耶和华恳求说 我被害流血 下到坑中 有什么益处了 尘土岂能称赞你 传说你的诚实吗 耶和华 求你应允我 连续我 耶和华 求你帮助我 你已将我的哀哭 变为跳舞 将我的麻衣脱去 给我披上喜乐 好叫我的灵歌颂你 并不住声 耶和华 我的神啊 我要称谢你 直到永远 再次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